迪迦特曼要来买糖果了 他来到一个糖果机面前 他选择了中间的按钮 好神奇啊 糖果机掉出来了一个黄色的奇趣蛋 这个黄色的奇趣蛋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一个迷你的小人偶 原来是出道特曼的小人偶 迪迦特曼买到了好多糖果啊 让我们把它装出来 正好迪迦特曼肚子有点饿了 嗯 好美味啊 迪迦特曼一下子就把糖果全部吃掉了 这个迷你的小人偶 还可以用链子串起来 正好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迪迦特曼的脖子上 那你们知道迪迦特曼和出道特曼 可以融合变成什么样的奥特曼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这时候欧报他们的抱怨形态也要来买糖果 这个糖果鸡也有三种口味的糖果 他选择了中间的这个按钮 哇 好神奇啊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粉红式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的迷你小人偶呢? 他有两个尖尖的脚 和抱怨形态长得好像啊 那这个是泰鲁奥特曼 让我们来看一下 抱怨形态买到什么样的糖果呢? 原来是三个红色的糖果 这是什么口味呢? 嗯 原来是可乐口味的 好美味啊 这个泰罗的迷你小人偶 也可以用链子穿起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 带在奥特曼的脖子上了 那你们知道 抱怨形态是由泰罗奥特曼 和哪一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欧布奥特曼的飓风切割形态 也要来买糖果了 他来到一个蓝色的糖果鸡面前 这是一个摇杆的糖果鸡 哇 好神奇啊 掉出来了一个蓝色的奇趣蛋 这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也是一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 他在做战斗的姿势 他的胸前还有一个圆环 那你们知道 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 原来这个蓝色的糖果鸡 还是一个老虎鸡呢? 这个黄色的糖果 好大颗啊 嗯 好美味啊 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 用链子串起来 然后就可以挂在 飓风切割的脖子上了 那这两个都是欧巴奥特曼呢 飓风切割 摇一下就摇到了奥特曼的奇趣蛋 好幸运啊 他说下一次还要继续来玩 这个糖果的老虎鸡 贝利亚奥特曼也要来买糖果了 他来到一个黄色的糖果鸡面前 这好像是三种饮料的糖果 好神奇啊 糖果鸡掉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奇趣蛋 贝利亚好开心啊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这也是一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 他的眼睛和贝利亚长得好像啊 但是是蓝色的 然后他的双手握拳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你们知道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贝利亚买到什么样的糖果呢 这是一个红色的大糖果 和飓风切割的糖果 一样大呢 贝利亚的肚子好饿啊 他一下子就把巨大的红色糖果吃下去了 好美味啊 正好这个迷你的奥特曼也可以用链子串起来 然后挂在贝利亚的脖子上 这样贝利亚也有一个迷你的小奥特曼人偶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奥特曼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